歡迎繼續微博天下 繼續觀眉知著我們 啟泰雅,你有被女人罵過嗎 要想,就是經常被女人罵吧 你這樣屈我都行 罵我,愛我而已 不過這個罵真的離譜 話說北京地鐵有一段片流傳 很簡單,女士在地鐵裡 指了一個頂著頭的男士 罵她甚麼呢 男人沒錢就是廢物 旁邊很多人都覺得 話說太離譜 於是用手機拍攝了整個過程 放上網後 很多人都說這個女人傻了 質疑她是否炒作 說她演技太差 這個網友就說 公共場所一點都不檢驗 自己行為和言行的女人 實在太可怕了 而且演技太差了 大家當她是一個玩猴子的人 秋天的紅背心就說 對,這個女人在拍拖的過程中 將自己當成是代價而估的商品 太不應該了 敏敏她就說 我覺得應該是故意拍攝的 現實生活說成這樣 男人怎會這麼鎮定 如果真的這麼鎮定的話 男人真的極品 我覺得無論這件事是真是假 都是一個怨打一個怨崖 如果男人是不滿意的 他也應該有行動 他也坐在這裡 好像沒甚麼反應 這宗消息令我想起一宗外國的新聞 話說有個太太 帶她的先生去看醫生 這個太太就覺得 她經常罵她的老公 老公沒甚麼反應 是不是老人癡呆等等 醫生跟她的太太說 其實你老公農了十年了 你不知道嗎 所以夫妻相處知道 其實有時候假裝農 都是可愛的地方 或者可以假裝啞也行 陳小雯